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主问题 首先看第一个 A公司2018年初购置一条生产线 有以下四种方案 假设年利率是10% 看第一个方案 2020年初一次性支付100万元 方案二 2018年至2020年每年的年初支付30万元 方案三 2019年至2022年每年的年初支付24万元 方案四 2020年至2024年每年的年初支付21万元 看要求 计算不同方案的限制 并确定A公司最佳的付款方案 最佳的付款方案应该是 选择这个付款限制最小的一个方案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我们说呢根据方案一 我们可以把它图画一下 就会比较清楚了是吧 让我们决策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放到这个2018年的年初进决策 那2018年的年初 那我们说这一块呢 我们就给它定为是2018年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块相当于代表的是2017年呗 那就说2017年的年末代表的应该是18年的年初 对吧 我们方案一的话呢 他说是在20年的年初 以次性支付100万 那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块呢应该是2019年 然后这块呢代表是2020年是吧 他说20年的年初 以次性支付100万 那应该怎么呢 应该是在19年的年末 这块有100万吧 那现在呢我们要计算它的限值 那就相当于是把19年年末的100万 然后计算到18年的年初嘛 也就意味着应该是计算一个两期的负利限值 这就是方案一嘛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方案二 也同样的画个图 这块是2017是吧 这块是2018 然后呢 这块是2019 然后这块呢 是2020 他说呢 在这个18年至20年的每年的年初来支付 那么18年的年初 应该在哪呢 应该在1000年末对吧 那就意味着这块应该有个30 然后19年初这块有个30 20年年初这块有个30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计算一下它的限值嘛 那计算这限值的时候呢 我们说了 这个30和这个30折过来的话 那不就相当于是计算一个普通年金求限值 两年期的嘛 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个 18年年初这个30对吧 这不就可以算出限值来了吗 所以你不用光想着 哎呀这是预付年纪求限值 我得背那公式 你背它干嘛 18年这个和19年这个两个30 算到17年末 那不就是个两期的年纪限值吗 然后再加上那个17年末这个30 不就OK了吗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方案三 那这方案三呢 我们同样道理 我们也可以画一下图啊 这是2017是吧 这是2018 这块2019 这块呢是2020 这块呢算2021 这块呢是2022 他这块怎么说的呢 他说19年至22年 每年的年初之父 那么19年的年初 不就是18年年末吗 那就以为这块应该是24 然后意思类推 这都是24 那么22年的年初呢 不就相当于是21年末吗 那这样的话呢 现在我们要计算 它的限值 不就相当于是 把这些结果求限制就可以了吗 那求限制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管这22年了 对不对 就不需要管22年了 那就相当于是 从18到21年 是不是指每年年末 都有个24呢 这不就相当于是一个 普通年年求限制问题吧 四期的是吧 这就出来了 虽然他这里面告诉 是每年年初之父 但是他怎么样 是从19年到22年的 每年初 那恰好呢 这里面正好是一个 四期的一个 普通年年求限制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方案四呢 这方案四的话呢 同样道理 我们也画过图吧 是吧 有这是2017是吧 这块是2018 这块2019 这是2020 这是2021 这是202 这是2023 这块是2024 好了 我们都画出来了是吧 那画出之后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从20年到24年 那也年年初之父 那么20年的年初在哪呢 20年初不就相当于 是19年的年末吗 对吧 那就因为这块有21万是吧 然后后边怎么样 都是21 都是21 这里面的一共是五个 是吧 那这五个的话呢 我们要求限制 求限制的话 你这个最后数也不用管它了 那我们怎么样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先求到 18年年末呀 是不是计算一个 五期的年纪限制呢 那么计算出这个五期的年纪限制之后 怎么样 我们再把它计算当前来 是吧 计算个一期的复理限制 你看不就出来了吗 这不就是个地研年纪求限制问题吗 当我们把这些图形搞清楚之后 那我们在计算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不复杂了 是吧 就不复杂了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吧 方案一 我们说计算个两期的一个复理限制 算是结果的 那方案二呢 我们说 这是个预付年金 求限制问题 是吧 我们说 把这个两个三十计算算年纪限制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18年年初 也就是一千年末这个三十 方案三呢 那不就是一个四期的一个年纪限制吗 那方案四呢 方案四不就地研年纪问题吗 先把那五个相等数计算年纪限制 计算到18年年末 然后再把它计算到一七复的限制 计算到18年年初 就行了吗 然后这四个方案 限制都有了 选这边的呢 我们说选这个限制最小的嘛 那就是方案四不 那就是最大方案 这就是时间价值计算的一个运用 接下来看下个题 假投资者呢 现在准备购买一种证券 投资者要求的收益率呢 为5% 现在呢 有ABC三种债券可供选择 第一个 A债券呢 目前的价格呢 是970元 他说刚刚支付 最近一期的利息 换句话说 这个970怎么样 他就不包括 最近刚支付过利息 他说面值呢 是1000元 上面的利率呢 4% 每半年呢 支付一次利息 到去还本 债券呢 期限为5年 他说已经发生3年了 那已经发生3年 就意味着什么呀 未来还有两年 每半年复息一次 就意味着 未来还有四个复息日 对吧 投资人呢 你在复息日 来购买 并打算持有之到期 那我们就可以去计算 这个债券 他的一个期望报处率吧 既然告诉你了 这个利息刚刚支付 就是970里面 我们刚才说了 不包括刚刚支付的利息 那就说把未来 四个复息日 利息折现 然后面试折现 然后和这个970相当 就可以求解这个折现率去 但是我们最终要计算 他的年期望报仇率 是吧 你这里面是半年支付的 先算个半年期的嘛 接下来看第二个资料 币债券呢 为可转换债券 目前的价格呢 为1100元 面值呢 为1000元 上面利率3% 期限5年 已经发行两年 到期依次还本复息 他说购买两年后 每张债券 可以呢 转换为20股普通股 预计呢 可以按照每股 60元的价格出售 假投资者呢 打算两年后 转股 并立即出售 因为这是个到期 依次还本复息债券 那就意味着 你在持有两年之后 把它转股了 那么在这两年之内 你是没收到利息的 那两年之后 把它转股 然后把股票销售了 那我们就有一个 这个出售的收入 相当于就把这个 出售收入折现就开了 让它和我们这个 当年价格相当 就可以求解折现率嘛 求出这折现率之后 就是你可转换债券 投资 它的一个期望保守率 接下来 看第三个资料 C债券呢 为负任务权证债券 按照面值呢 购买C公司发行的 10年期的负任务权证债券 债券的面值呢 为每份1000元 票面利率84% 每年年末复习一次 到期还本 每份债券呢 附送20张任务权证 任务权证呢 只能在第五年末行权 告诉你这个 到期时间了 行权的时候 每张任务权证 可以按照10元的价格 购买一股普通股 C公司呢 当前的普通股的 每股价格 10元 预计呢 公司可持续增长率5% 那就说 按照这个增长率5% 你得需要计算一下 五年后的预计股价 五年后的预计股价算出来 行权支出有了 就可以算出 任务权证 行权的净流入吧 任务权证 行权的净流入折现 然后呢 债券的利息折现 面识折现 让他和 当前的这个购买价格相等吧 他说按照面识购买的嘛 我们就可以求那个折现率去了 是吧 求出的折现率 那折现率是什么 就是期望报酬率吧 接下来看要求 假定呢 假投资者 从中选择一种证券投资 计算的ABC 三种证券 他的期望报酬率 并判断呢 应该购买哪种证券 那就说这个期望报酬率 你得高于 你所要求的一个 必要报酬率 并且应该选个最高的 是吧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作为这个A债券来讲的话呢 我们先计算一下 他的个期望报酬率 那我们呢 先计算一下 半年期折现率吧 也就是一个半年期的一个 期望报酬率嘛 它是每半年复息一次 所以说 你面值乘以 半年期的一个票面利率 算出个利息 未来还有两年 四个复息日 计算它的年纪限制 面值呢 计算复利限制 和当前的市价相等嘛 那接下来怎么样 我们就测试 如果折现率为2%的话 我们算出结果来 这是1000 折现率和你这块的 记忆期的票面率相等嘛 那就意味着 你算出结果 就等于面值嘛 不用算 直接写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要求的这个折现率 它对应的价值多少呢 是970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你要求的折现率 应该要比2%要高 折现率越高 算出的限制越小嘛 所以说我们下边 再测试就是3% 算出结果来呢 这是962.842 也就意味着 我们要求解的折现率 应该在2%和3%之间 下面就是插插求解 这个我们就应该很熟悉了 是吧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算出来 这个半年期折现率 但是要注意 我们算的时候 得按照它的有效的年利率来表示 那就是1加上 这个半年期的折现率 它的平方减1 算出来结果 这是5.7%就出来了 这是A债券 你投资的话 你的期望爆出的水平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B债券 B债券呢 它是可转换债券 并且呢 是到期1.4%负息的 他说两年之后呢 这个债券要转入股票的 那么转入股票的话 你的转入的收入 我们可以拿到是1200 那就意味着 你把这个两年之后的 这个1200的转让股票的收入 折现 计算两期的复利限值 让它和当前的价格相等嘛 我们就可以求解折现率的 这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复利限制系数呢 这是0.9167 这时候怎么样 就可以直接插表嘛 比这个0.9167大的 拿到一个数 比它小的拿到一个数嘛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要求解的折现率 那应该在4%到5%之间嘛 好 插着把求解算出来结果 当然像这个东西 你不插表这么算也行 你咋算呢 那么我们这个式的有了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 怎么来写呢 那就相当于是1200 然后除以这个1100 它不就等于1加上爱的平方吗 那这时候你求这爱会求呗 那不就相当于是1200 除以这1100是吧 开平方减1 算出结果来就行了 其实这种算法就更简单是吧 要比我们这种 查之法求解的时候 是不是要简单多呢 所以说我们做题的时候怎么样 一定要这个灵活一点是吧 不要有那种固定的那种思维模式了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C债券 C债券呢 它是负任务权证债券 这个任务权证呢 它说在第五年末 这个要行权的 那么五年末要行权的话呢 我们就看看它的行权净流入吧 在五年结束时候 我们把这个预计股价算出来是吧 当兼股价告诉你了 为了增长率也有了 那乘上这个一加增长率的五次方 不就是五年之后的预计股价吗 行权支出呢是十一 那么每份债券所付的任务权证有二十张 可以买二十股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你的行权净流入吧 那么这个付任务权证债券 期限为十年的 利息计算它的年金限值 面值计算它的复利限值 十七吧 五年末行权的时候呢 把它的行权净流入计算它的复利限值 和当前的购买价格相等吧 因为是按照面值购买嘛 那我们说这个市值有了之后怎么样 下边呢我们就要进行计算了 那这个折现率到底多少呢 那我们得测试对吧 我们按照这个 G7的票面率率 百分之四去测试去 算是结果来多少呢 是1029.02嘛 而我们要求的那个折现率 它所对应的那结果是1000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要求的折现率肯定要比百分之四大 因此呢我们加大折现率 用百分之五再算一遍 这是多少呢 这是950.39嘛 也就是说我们要求的折现率 那就是在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之间嘛 接下来 查克把求解算出 百分之四点三七 是吧 这个劣势我就不说它了啊 我们的基础经济码里面 也讲过多次了 那我们说呢 这三种证券 它的期望报数也都算出来了 然后呢比较一下 选个什么呢 选个期望报数最高的 一定得高于当前所要求的投资收益率嘛 是三种里面最高的 并且一定是高于你要求的投资收益率 这种证券投资才有意义 对吧 所以说选择谁呢 选择A债券嘛 就出来了 接下来呢 看下个题 A公司呢 发行债券 面值了1000元 票面利率的9% 每年复习一次 到期长完本金 期限10年 看第一个要求 假投资者呢 在债券发行的时候 以每份债券 1140.42元的价格购入 如果准备要持有至到期日 计算到期收益率 也就是说要计算这个期望报数600 那就说把这个债券未来的利息 计算它的年金限值 面值计算它的复利限值 让它和当前的购买价格相等 求折限率吧 比如说折限率为7% 带进去之后 恰好就等于这个1140.42 不用差这瓦求解了 多少呢 OK了 到期收益率 那就7%了 最简单是吧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要求 假投资者呢 持有两年后 如果到期收益率下降一个百分点 我们前面刚算出是7%对不对 那下降一个百分点就变成6%吧 投资者呢决定出售债券 计算债券预计的出售价格 以及假投资者持有期间的收益率 你不是持有两年吗 是吧 那么预计的出售价格 也就是说 你得把未来的这个利息求限值 然后呢面试求限值 对吧 那么你两年之后的预计价格 你注意折现的时候 这个利息折现是哪段利息 所以我们各位一定要小心 什么债券假设评估啊 股票假设评估啊 都是未来的限量折现 是吧 这点不能出错 那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是10年期的债券 0这是1这是2这是3 拍下去 OK了 这是9这是10 10年期债券 我们需要计算一下 是两年之后的预计价格 那应该在这 所以应该是把未来的 8年的利息折现 是吧 计算它的年金限值 然后呢 将来这个到期的时候 这块还有个面值要折现 计算个8期的负利限值到这来 所以你看 都是未来的折到 两年之后 我们有的东西要糊涂糊涂的 把前两年 只有中值起来 那就错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算出结果来 这是1186.28 两年之后预计价格 接下来 那么我们说 如果持有两年的话 你就把它卖了 预计价格呢 也算出来了 那你持有两年的收益率多少呢 那就说 你持有两年收益率的话 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 我们这个债券呢 这是个十年期债券 是不是啊 零这是一 这是二 然后排下去 九这是十 好了 你持有两年 就结束了 而两年之后预计价格呢 你刚算出来了 是1186.28 是不是啊 那就意味着 把两年之后的价格 折到当前来 计算复利限制嘛 那你持有这两年的话 这两年还有利息 是不是啊 利息计算它的年金限制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你当前购买价格 当前购买价格 不就是1140.42吗 OK了 这时候呢 我们求你遮限率去 这个遮限率呢 我们就叫做 持有期限收益率 也就是你持有 两年的那个收益率 是吧 因为整个债券期限是十年 你并没有撤到到期啊 所以你不能叫 到期收益率 这能明白了吧 那这时候呢 同样道理 我们就测试一下吧 如果是折现率 9%的话呢 我们说把这结果算出来 这块是1156.81 而我们这块呢 要求的I 它所定的是 1140.42对吧 所以说呢 要求的这些率 肯定要比9% 要高啊 所以再测试 如果是10% 算出结果来 这是1136.54吧 那就意味着 我们要求的 遮限率怎么样 应该在 09%到10%之间了 然后差值法求解嘛 算出来 9.81% 这就是我们 这个 持有期间 收益率的一个算法 我并没有 我并没有车的到期 你注意怎么算 所以说稍微有变形 对吧 接下来呢 看下个题 某公司呢 本年度的净利润呢 1万万元 每股支付 现金股利润呢 2元 预计呢 第一年净利润增长10% 第二年呢 净利润增长8% 第三年级以后呢 维持净利润水平不变 注意是净利润水平不变 也就意味着和第二年的净利润水平相同 不是说增长率 还是8%不变啊 是净利润水平不变 那就说 你第二年的净利润水平多少 第三年以后都是多少 就这个意思啊 你别最后理解为是 以后都是按照8%来增长 那就完蛋了 该公司呢 一直采用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 并在今后呢 继续保持该政策不变 无风险的报酬率的5% 公司股票的β系数呢 为2 市场组合的这个必要报酬率的10% 就是RM 那这些信息给我们之后呢 其实就是让我们算这个 投资的必要报酬率嘛 是吧 股东投资的必要报酬率 他说公司呢 发行债券的税前的资本成本8% 股权相对于债券的风险溢价的3% 这个给出来之后 其实就让我们算这个 普通股资本成本嘛 债券收益率风险调整模型 是吧 公司的所得税率呢25% 公司股票当前市价呢18元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要求 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和债券收益率风险调整模型 计算的普通股资本成本 他说并以两者的平均值呢 作为股东要求的报酬率 所以说两个方法都考到了嘛 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话 这都很熟悉了吧 无风险利率加上 比特系数乘以 平均报酬减无风险报酬嘛 这个债券收益率风险调整模型呢 我们说用的是税后债务资本成本是吧 加上这个风险溢价嘛 那两个都算出来之后 计算一个算数平均数 这就是12% 这是股东所要求的报酬率 他就可以用于这个股票的估值了嘛 接下来看第二个要求 计算呢 该公司股票的价值 并判断的是高估还是低估 如果市价高于这个价值就要高估 市价低于这个价值就要低估呗 那我们呢 就来看一下了 同样呢 我们画个图来看一看 是吧 这是零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我们根据其中所给的材料 我们把第一年股利算出来 这是2.2 是吧 乘上一加增长率嘛 第二年股利呢 应该是在第一年基础上 再乘上个一加8% 所以说这块有个 2.376 是吧 然后呢 他说这个第三年基础后呢 都是2.376 是吧 不就这意思吗 那现在呢 让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个股票价值 那计算股票价值的话 怎么计算呢 那我们说了 你第一年股利遮现 那应该什么呢 应该是2.2乘以什么呢 乘以一个17的复利限值 是吧 这出来一个数 然后呢 把第二年股利遮现 是吧 那就相当于什么 计算个两期的复利限值呗 那你第三年基础后股利怎么样 我先把它折到第二年末是吧 这不相当于是零增长吗 那么计算到第二年末之后 再把它又第二年末计算当前来 再计算个两期的复利限值是吧 OK了 你说我不是二折 你说我咋折呢 你说我这二折 这是零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拍下去 这是2.2 这是2.376 这以后不都是2.376吗 那我把第一年股利折现 折到这来 那就应该什么呢 应该是2.2 乘以什么呢 这个17的复利限值系数是吧 12%的折现率 其数呢 为17吧 那么既然你第三年级以后的股利 都和第二年水平保持一致 那我就从这开始分割 我把第二年股利 全部折到第一年末 行不行呢 没有任何问题是吧 那我就用2.376 直接除以什么 12%呗 零增长吧 那就意味着我们把 第二年股利以后的股利 我们用零增长模型 就直接全部折到了 一年年末了 然后怎么样 我们用这个数 再乘以什么呢 这个复利限值系数 然后12% 其数为几期的 17的 行了吧 对不更简单呢 没有任何问题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在算题的时候呢 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那都是你自己选择 过程呢并不重要 关键是结果的正确 那么我们算出来这个市价怎么样 他说第一股票价值 那就属于什么 被低估 被低估 好了 结论就有了是吧 接下来看下个题 小王呢 因购买个人住房 向银行借款30万元 年利率呢 6% 每半年呢 继续一次 期限5年 自2014年1月1日起 至2019年1月1日止 这是5年时间 小王呢 小王呢 选择等格本息的还款方式 来偿还这个贷款本息 还款日呢 是每年的7月1日 和1月1日 每半年就一次嘛 还款日呢 在每年的7月1日和1月1日 这是每半年来偿还一次 是吧 接下来 2015年的12月末 小王呢 收到单位发放的一次性 年终奖6万元 正在考虑呢 这笔奖金 它的两种使用方案 第一种使用方案 2016年的1月1日 提前偿还银行借款6万元 1月1日 正好是个还款日吧 他说当日呢 仍需按照原来的还款额 去偿还这个金额 那么你这6万 是属于提前偿还的 原来不有一个 每些还款额吗 你这一天 你照样还得按照 原来的这个还款额去还 告诉非常严谨 接下来 第二个使用方案 购买以国债 并持有至到期 那就意味着 要计算个到期收入率嘛 以国债呢 为五年期的一个债券 每份债券的面值1000元 片面利率呢 4% 单利即息 到期一次换门复息 以国债呢 还有三年到期 当前的价格呢 1020元 那我们就可以计算一下 你要是购买这个国债 你的这个期望报时的水平 就会算出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要求 计算呢 投资以国债的一个 到期收入率 小王呢 应该选择是 提前偿还银行借款呢 还是投资于国债呢 要说明原因的 那么这个 到期收入率 那就是你持有制到期的时候 你会拿到本利盒 对吧 并且告诉你了 这个本利盒 按照单利来算 本金加上 五年的利息嘛 你从现在购买到到期 未来还有三年时间 所以说按照三年折现 计算复利限制 等于当前的购买价格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最简单的方法 就不用去测试去是吧 直接怎么样 我们就使用计算器 算出结果来 那这样的话呢 相当于是1200的本利盒 除以你购买价格嘛 开三次方减一 5.57% 那么这笔借款的年利率是6% 它是每半年计息次 如果按照有效的年利率形容 来表示的话 那就是有效年利率是6.09%吧 那也就意味着 你要进行借款的话 相当于代价是6.09% 而你这笔资金 如果说你要是去购买国债 你的收益率是5.57% 那你说你拿的钱 是投资国债呢 还是去提前偿还借款呢 你提前偿还借款 就相当于少付出了6.09%嘛 那不就相当于你的收益水平 是吧 因此怎么样 我们说作为这个小王 应该怎么着 应该用这钱去提前偿还借款 避免承担过高的一种利息负担 OK了 原因解释就有了嘛 有解释说明 是吧 接下来看第二个要求 计算呢 当前的每期的还款额 这不就相当于是一个我们时间价值计算里面的一个反向计算吗 求每期相等的一个还款金额 我们说你求限值 那是正向计算 求这个等额的款项 那就是反向计算了 他说如果小王呢 选择了提前偿还一款借款 他说计算呢 提前偿还之后 每期的还款额又变成多少了呢 那我们说要计算当前的这个每期还款额 你借款借了30万 我们说你贷款签五年 一年还两次 那就说相当于还十次呗 也就意味着把这30万平均分到10个还款日 是不是除以年金限制系数啊 算出每期的还款额吧 这叫反向计算是吧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小王呢 他在16年的1月1日提前偿借款 那么他就会导致什么呢 从16年的7月1日到19年的1月1日 还有6个还款日 就会使每期的还款额减少多少呢 因为你要7000超能金额是6万嘛 你把这6万平均分到后面6个还款日 那就意味着 你能够减少的还款额不就出来了吗 那么你用你原来的每期超能金额 把这个减少的还款额把它减掉 不就可以算出来 你在提前偿还借款之后 你以后的6个还款日 每期偿还的金额就出来了 那么我们这个题 也是原来的一个考题 当年考虑题的时候呢 我们有太多的考生 这题呢都没读明白 没读懂 这份都整个扔掉了 挺可惜的是吧 但是我们把它细于琢磨的话呢 也没啥问题是吧 你看我们这个第二问讲的 不就是一个时间价值计算问题吗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第一问里面 不就是一个到期收入率计算问题吗 然后还涉及到一个有效年率计算问题吗 你说这题复杂吗 并不复杂 但是这题相对比较灵活一点 是吧 结果呢 过于紧张 这题就没打好 是吧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专题呢 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用这个有限的时间吧 我们挑选一些比较这个经典的立题 给我们各位考生呢 做一个讲述 要晓得这种答题的思路啊 分析的方法呀 是吧 下来的时候呢 还是需要把我们的这些基础的知识呢 一定要好好去巩固巩固 多重复一下 这个基础知识掌握得越扎实 那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呢 才不会出现偏差 是不是 好 那这个专题呢 就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我们各位考生 来听老家讲财务 我们下一个专题再见 谢谢各位考生 谢谢大家 按董 一下 饅 你有没有 看 再度 看 地